近期移民飞行员确诊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了解到有关情况后 民航局第一时间成立专门的调查组 组织行业的专家 依据民航的运行特点迅速开展流行病学的调查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与有关部门一道 尽快查明原因 特别是查找疫情防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下一步民航局将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 督促运输航空公司机场 严格按疫情防控技术指南防疫的要求 细化各项防控措施 加强人员管理 强化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主体责任 和个人的防护责任 坚决阻断疫情通过航空途径的传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